宣誓人请就位 在大法官蔡忠臻监事与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成 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何建民等党团干部共同观理下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第13名的金庸民一王振旭 逮捕请辞立委的前院长游锡坤 在立法院完成宣誓就职 王振旭表示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对打造健康台湾有很高的期待 甚至提出当选后要成立百亿基金研制新药照护患者 希望2050年因癌症死亡人数减半 未来他努力的方向及目标 也在于如何让台湾人民健康获得提升及协助 在总统当选人 其实他对于打造健康台湾有非常高的期许 也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跟协助之下 能够把台湾人民的健康当作一个重要议题 共同来关注共同来提升 所以未来我的工作最重要的 还是如何能够让台湾人民的健康 可以得到更多的提升更多的协助 这是我未来会持续努力的方向目标 至于未来要进入哪一个委员会 王振旭表示他的专长是医疗 因此未还委员会是他的首要目标 基本上我的专业 还是适合在未还委员会里面贡献我的心理 所以我会以这个当作最重要的首选目标 当然如果说第一时间无法进入到 未还委员会的话 那党行的安排也是有他的重要性 所以不管如何我的专业就是在未还 所以我会努力的朝这个目标前进 对于王振旭接棒进入立法院 同样是医生的民进党前立委邱太元表示 王振旭能掌握医界的需求 又具有悲天名人的情怀及医疗专业 一定会把人民的健康照顾好 医界也会全力支持 他有悲天名人的情怀 也有医疗非常专业 非常高的专业 我相信医疗专业 以他的一颗善良的心 一定会把人民的健康 顾得好好好 我们医疗的资源 医界的力量一定全力支持 我们王振旭教授王委员来担任好未来人民的守护神 我们卫生行政各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